佛子天地游记 第二册 上天 西方极乐世界与心灵净土圣境 九 游记功活佛天上道场 分享不可 追求神通开示 问 2019年2月26日 魂体被带到一处云雾飘渺之处 见到两个童子 在天门前等待 笑嘻嘻向我说 我们是继功活佛 坐下童子 继功活佛 嘱咐我们来带你去 他在天上的道场 请随我来 来到一处庙宇宫殿 飘过天门 进入大殿 见到继功活佛 手摇金扇子 满面笑容 继功活佛 童子啊 这么多佛子 追求神通 你怕不怕 自己修偏差 童子 怕 继功活佛 你上天下地的 也会怕 可不得了啊 你可是被带去西方极乐世界 心灵净土保持功德水中 入狱洗清业障的 这么怕死没出息的 童子 可是过往在弟子 由地狱建文的案例里 有很多都是天上 莲花大如车轮的 有些追求神通 被携到附体修偏差 过后退 转下地狱了 继功活佛 那你怎么让自己警惕啊 说来给我听听 我继功活佛可好奇了 童子 我把师父不可追求神通的开始 储存在手机的笔记本里 就是这些 我常拿出来看的 说完 继功活佛 轻摇扇子 金光闪过 弟子手机笔记本的内容 出现在虚空中 继功活佛 现在 我把这些分享出来 天下佛子 可要向童子多学习 神通是公道 自然成啊 修偏差 不可以 追求神通开始 情愿不要神通 你不能控制 自己正神通 那你就可能有些神通 问答 2018 1216 B21分13秒 我天天和你们讲 不要去追求神通 每个人都会出偏差 你们要听师父的话 不该追求的东西 不要去追求 好好修心 就可以了 不然会迷失方向的 追求神通 一时得到人家对你的追捧 你这个人 不得了 接下去 就被灵性控制住了 就完了 不要去搞这些东西 如台长 开始解答来信疑惑 289 一般人碰到了神灵 境界不高 那么你去求他了 他们会转换成 你所喜欢的菩萨 来让你看见 然后会控制你 万一碰到邪灵 就会上身 你们找到了 一个好的师父 你们要珍惜 灵性可以变成 各种各样的菩萨样子 来骗你们的 因为你的智慧不够 所以你才会相信 因为你不能分辨真假 才会让你步入迷途 灵界的事情 一旦搞错了 很危险啊 你们不要乱来啊 师父教你们 不要去追求神通 什么都看不见 什么都听不见 没有关系 你们是师父的土地 都是护法 人家对你们很尊敬的 不要去追求 只要心中平静 安宁就可以了 白化佛法第三侧五 法习转换 战胜欲望 人学佛当中 不能追求神通 因为鬼 仙 狐 神都拥有神通 有这种神通之后 你能获益什么 你能得到什么 一个人 为什么会学偏 因为追求 过分的追求 任何学佛人 不能过分的追求 过分的追求 就叫执着 一执着 就会出偏差 而且要想一想自己 有没有这个能力和能量 过去这么多年 你有没有这个能力和能量 任何人学偏 学差害的 不是别人 而是自己 就是害死自己 问答 2013 0505 比五三分十五秒 现在有很多听众 念经会经常说 我眼睛一闭 看见菩萨了 那么 要是这个菩萨 不是观世音菩萨 而是一个魔变的呢 白化佛法第三侧三 用正思维谈观想 很多人走火入魔 就是这样的 魔知道 你喜欢观世音菩萨 就想看见 观世音菩萨 他就可以 冒充观世音菩萨 这种事情 要谨慎 卢台长 开始解答来信 以后 233 修行人 不能贪着神通 因为一贪 便有神通魔来附身 你们知道 有一种叫神通魔吗 只要你对一见 事物疑恋 哪怕天天 要见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 你来到我的梦中吧 结果观世音菩萨 没有来 魔来了 魔是怎么来的 那就是神通魔 冒充菩萨 学佛人 不能去追求神通 如果你对各种神变 就是神通的变化 非常感兴趣 你觉得自己 能知道一些了 你能够感觉一些了 好了 你就叫假货 白化佛法第11册52 不执着 远离邪魔 答 师父在白化佛法中 都已经和你们讲了 你们要听 要学 每天要读白化佛法 单单念经 没有智慧 智慧要学的 不学哪来的智慧 卢台长开始解答来信疑惑 293 2019年3月11日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